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选择一 考研还是找工作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呢 一些考研的辅导班 那就会拼命地忽用去考研 好像不考就没就了一 感觉这个东西不能去一概而论 我去采访我身边的一些同学啊 朋友啊 考过研的 成功的 失败的 找工作 找了好的 找了差的 都去统计理下得出了一些结论 我们把它叫做 群体概率意义上的更优选项 下面我们分享一下 路径一 如果你的本科学还不错 并且呢笃定不去走科研路线 有能力去找到好工作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考虑去直接就业 比如我们身边一些很优秀的同学 本科毕业就去了宝马 微软 宝洁 安里 腾讯 像蜡比有一个学姐 直接本科毕业就去了麦肯锡 所以说像她这样的应接生 可能选择读研才是一个非常差的选择 差的选择 第二种路径 如果本科的学校会差一些 并且暂时没有能力去找到好工作 那可能读研是一种更加稳妥的选择 考研或者保研 保到更好的学校 给自己一些学校品牌上的一个加成 专业能力上的训练 这样在找工作的时候会更有优势 然后是第三种路径 第三种路径是比较普遍的一种状况 你未来有可能去走科研路线 但是你现在还没有下定决心 也不知道现在该去找什么样的工作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可以考虑用读研的方式 给自己一个缓冲机 探索一下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那么以上三点只能算是 这个所谓的过来人的心得 他只强调群体上的概率 不强调个例 比如说你看那个同学对吧 他本科不好 那也找到非常好的工作 然后那个同学 他本科什么985 但是最后也找没找好工作 非常惨非常窘 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 如果一个人他的能力足够强 或者他的家体足够厚 根本就不用考虑以上的 选择二 大公司还是小公司 其实大部分同学读研 都是为了去找一个更好的工作 那么什么是好工作呢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大公司就意味着好工作 小公司能不考虑 一定是不会去考虑的 来我们来做一个测试 比如说你现在是一个应聘者 有两家公司给了你offer 一家呢是大公司 比如美团 给你月薪一万 另一份呢是一个中小型公司 叫做杭州张小白科技有限公司 你以前都没有听说过 他给你开一万八 这两个offer你选哪个 我们先来说一说大公司的好处 它最最重要的一点 是它能培养你养好的工作习惯 比如说从小到大 你觉得你的学习习惯 对你的学习成绩 以及对你的整个学习生涯 影响大不大 初心让你丢过多少分 不会做错题本 让你在同一个知识点上 犯过多少次错误呢 工作习惯也是类似的 可以说这是大公司给应届生 带来的最最宝贵的隐形的财富 之一甚至说没有之一 比如我们笔姐啊 就经常跟我说 她说她刚毕业的时候 工作上的导师 经常给她灌输一个思想 其他业务上你先不用选 你就学工作习惯 次要的才是工作技能上的一个提升 然后呢大公司还有其他的一些好处 比如说个人品牌的加成 当你从微软啊 谷歌啊 宝洁啊 阿里腾讯啊 这些大公司出来去跳槽的时候 你的简历上就跟香了金边一样 在一定程度上讲啊 小公司都会抢掉 比如说宝洁就被称作是 营销人员的黄埔军校 另外呢就是人脉的积累 眼界的提升 这些都是小公司给不到你的 但是绝对不是说小公司是一无是处的 小公司有非常非常多的优点 比如呢小公司的人一般会表示 什么事情都需要一个人去干 甚至说一个人去carry一个大项目 都是有可能的 业务能力蹭蹭蹭的提升 假如你在阿里巴巴 你在淘宝 你要参与一个双十一的项目 那你就是一个螺丝钉 再比如呢 小公司升职就相对的容易很多 可能更多不是看什么资历 而是取决你的个人能力行不行 业务能力行不行 但是大公司晋升就非常困难 团队里有好几十号人 小明24岁 刚刚进入公司 团队里的老王28岁了 老李27岁了 老孔30岁了 这些老人都在等着去升职 根本没有这个小明人的机会 就是这么简单的和扑苏的一个道理 所以一句话的总结呢 大公司和小公司各有优缺 大公司虽然好 但绝对不是唯一选项 那么要不要为了这个去考研呢 还要结合自己的状况 而综合去评定 选择三 如何选择小公司 如果你小公司 我没有选择大公司 而去选择了小公司 怎么去判断一家小公司 是不是靠谱 怎么去了解一家小公司呢 对于走融资路线的小公司 我总结了一个判断 公司好坏的方法 叫做四看 我个人总结 可能会不靠谱 大家可以听一听 四看的意思是 看融资 看老板 看业 看竞品 首先是第一点 看融资 融资 从前往后一般有 代表公司的业务就越不成熟 死掉的风险就越大 你可能刚进去一年 就被迫下岗 创业公司不是九死一生 而是九十九死一生 相对来讲 像阿里腾讯去投资的企业 或者知名基金投资的企业 会比一些草根项目好一些 当然这些创业项目 风险都是非常大的 没有说什么十拿九稳的 第二点就是看老板 老板呢有没有创业过 他是不是一个连续创业者 他是不是有一些现金牛公司 就是已经很赚钱的公司 还说这是他出生中度 做的第一假 这些信息都是非常透明的 我们可以顺着网络 把它扒一个底朝天 往往做出过成功公司老板 会更加靠谱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王校长 北京普达新投资管理公司 应该是他 北京普斯投资有限公司 这个是他微博上的签名 还有一个什么 洛阳市建西区新歌富时商店 这个应该不是这个王子从吧 第三点就是看业务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公司近期的在网络上的一个动向 他的新闻稿 哪怕这个稿子是他自己买的公关稿 也可以看一个大概 业务发展的如何 业务规模如何 有没有开始盈利 市场占有率怎么怎么样 等等等等 第四点是看竞品 可以看看行业内 细分领域内的竞争对手的情况是怎么样 如果说一个细分领域没有什么竞品 那么第一种情况 就是这个领域已经被垄断了 如果老大老二能够活下来 老三老四期以后的全部死掉 比如说当年团购领域的千团大战 只有美团点评活下来 排行第三糯米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存在感了 然后后面的什么叉叉团叉团都已经死掉了 另外一个情况 如果说行业没有什么竞品 有可能说明这个行业本身就是不景气的 或者说这个细分领域就是不景气的 否则资本就会一窝蜂的就过来 不会这么的冰了 读研城市的所在地 对于找工作的影响还是蛮大 我自己把它总结为 表层的重要性和深层的重要性 表层的重要性主要提前在 实习机会和校招的质量上 像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 他们公司的数量是非常庞大 质量非常高 所以在这些城市读书的同学们 更容易获得一些实习机会 因为你实习的时候去公司去面试 你实习的过程是需要离公司比较近一些 如果你在外地的话 可能需要去租房子 可能不太方便 找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 有过实习经历的同学 尤其是有过那种巨头公司 大公司实习经历的同学 找工作的时候的优势 要远远大于那些 没有任何实习经历的同学们 哪怕这些同学在学校获得过奖学金 拿过什么学生干部的一些什么奖项 跟实习经历比起来 可能劣势也会大很多 城市对于校招的影响 跟城市对于实习的影响是类似的 如果说你的学校所在地 没有在这些半宣讲会的城市 那么你可能需要去坐高铁去面试 并且有的公司需要面试不止一面 需要一面二面三面 甚至有五面都可能 那么这个时候你需要坐高铁 去来回很多次 或者你需要去租一个酒店 住一中甚至半个月这么一个市场 然后就是深层次的状行 是对你视野和认知的一个提升 这个东西比较虚一些 它是一种很隐性的影响 比如说你在北京见多时光 曾经你只想做一个安安静静的程序员 升职加薪 但是你受了一些创业者的影响之后 你想去找合伙人去改变世界了 没准哪一天就可以在 验查查你的公司了 还有一个非常高频的问题 说我要回老家去工作 还是说待在这些一线城市 这个我个人感觉也是不绝对的 看你自己想要什么 它没有一个高下之分 因为你在一线城市生活成本很高 哪怕你挣得多 你不见得幸福值会很高 但是回老家发展 虽然说可能在事业和格局上会小一些 接触的东西也没有那么的潮那么的新 你一定要查一下这个公司是搞黑查呢 还是说有正规的注册 什么时候注册的 没准骗你说是百年老店 结果一查上个月才注册的 那么这些信息呢 都可以在天眼查上查到 准备做的充足防患于未然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总结了一些自己小小的经验 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想更详细的分享 但是好像已经录了很久了 篇幅有限 希望今天分享这些东西 可以对正在找工作 或者想去考研的学弟学妹们 有一些小小的帮助 然后也祝即将考研和找工作的学弟学妹们 考研顺理 找工作顺利 一切顺利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